都有一些英雄豪杰文明 他们战沙场 沙自方 名扬天下 在其中能称得上战神的又有多少 战神都是不朽的神话 都是永贯三军之将 征战沙场所向披靡 在很多时候英雄豪杰也都会有失败的时候 而战神是战无不胜的存在 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分享能称得上战神的三位英雄 第一位是白起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都曾亲自评价白起为 千古中不二的英雄 白起属于崛起于晚期的人 他开始于一个普通的士兵 一点一点地爬上了一个国家的巅峰 他曾率领十万秦军打败了魏国 及其韩国联合的二十四万军人 而那一年他都已经三十八岁 因为此战他得到了秦王的关注 由此之后他开始率领军队四处征战 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共占了八十多座城池 杀掉的敌人更是数不胜数 他得到战神这个称号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个要说的是韩信 在秦朝的末尾时期 在那个时候能称的上名的战神 只有韩信和项羽 能与项羽过上招的也只有韩信 韩信在幼年时就表现得非常优异 二十多岁就开始带领千军万马四处征战 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本领是从哪里学来的 也许他是天生的将才 他的传奇故事更是多得数不过来 可疑似的触霸王 他一生的战斗中从来没有失败过 铸就了不败的传奇故事 第三个就是霍去兵 在霍去兵十七岁时 他就亲自请求与匈奴作战 于是武帝就册封他为校尾带兵出战 在战斗过程中霍去兵非常的勇敢 带领八百骑兵前去寻找匈奴的老巢 战杀了了匈奴的统领蝉鱼的祖父 并且还活捉了蝉鱼的叔父等人 杀了匈奴两千多人 武帝听到这些消息之后非常的吃惊 封于他称号冠军侯 他的第一次战斗就让世人记住了他的名字 这么耀眼的战绩也是将匈奴发起了战书 标志着汉朝战神的诞生 在之后两次合戚的战斗中 他多次深入匈奴的地盘中 追着那些逃跑的匈奴打 杀了四满多人 在漠北战争中他亲自率领了五万骑兵 击杀了七万多匈奴 而且他还不止步 一直把那些匈奴追到了最北方 经过此次的战役匈奴的威胁便也没有了 从此他的名声大造 这一年他仅仅只有二十二岁 英雄注定都是短命 在他二十四岁时不幸去世